這一陣子我們推出來的新產品 好我們也趁著直播 跟大家介紹 因為在 我們去年推了這個期貨的是AI系統 這個雲端的這個 遠端程式的一個部分 那今年我們推的這個新系統 這個 Duck Future 這個奇異博士的一個交易系統 主要是在 幫助各位在期貨上的操作能夠 有更好的工具做輔助 那 軟體的部分我們在日前已經有開放 給大家去 在上網登記 然後申請適用的帳號 那在今天我們也會有新的方案推出 等一下會做說明 不過我們大概簡單講一下 這兩天的一個行情 像是 我們主圖的部分我們之前在這個 介紹中就有說明 讓這個紅色的新興幅要出現 就代表說趨勢格局有走多的跡象 整個 量能跟整個趨勢線方向擴大之後 它更有機會走出一個波段行情 那 下面的這個 附圖的一個 量能指標 也告訴我們整個趨勢的一個格局 有機會 同步的一個攻擊走多 就是 就是整體的一個 攻擊的力道 它會更明確 這個是在前一波 在上市我們的操作 然後在 近期的操作來看 我們也可以很清楚的發現 這在7月7號的一個部分 做多的訊號出現 那你可以看到 我們在進場的同時 這個其實這個軟體用手機 都可以同步性的一個收看 那 你可以看到我們在 多單的成本 比如說在 一二零八一 在當時候進場 那我們會知道 下面重要的支撐價位 是在一二零四五跟一二零二七 這個其實在 在我們的一個 奇異博士的系統裡面都看得到 那它在你進場的時候也會告訴你初步的一個 滿足目標價 比如說你在一二零八一進場 那 我們可以 預先知道 有機會來到的目標價 比如說是在 一二一一七 一二一六六 一二二二六跟一二二九八 它會列出幾個 比如說你經常做多或者做空 可能 到達的一個目標位置 當然可能你現在在直播的畫面看得不是很清楚 不過 你在先前有試用帳號的 應該就很清楚 我在說什麼 因為我們大概會做一個簡單 讓各位在試用期這幾天 你可以 比較很快速的一個 學會 那 當然你 現在大部分都用手機啦 因為我們用手機觀看是比較方便 你用電腦當然是沒有問題 那我覺得我們比較特別就是手機的系統也可以同步去 做這些 即時性的一個看盤的使用 那其實 畫面的部分我們給投資人看一下 這個是在 電腦版的畫面 比如說你看像在今天的一個部分 在開盤 出現了這個紅色的愛心的符號 我們把今天的走勢放大給各位看 這是今天跳空D跟紅棒 那這個地方就出現了一個 做多的一個買進訊號 當這個買進訊號出現的同時 它也會 這個比如說多當成本嘛 12047 它是一個 在今天 開盤第一根 5分K 我們去做買進 在12047 那12047買進之後 它會告訴你 在上面 12011跟 11993 是下面的兩道的一個 防守關卡 就是說如果跌破了就是 趨勢有轉弱的疑慮 這個要 稍微去留意 那你在12047進場 它也會幫 告訴你 設定我們接下來 停力的目標 比如說口數比較多的 你在12083 12131 你可以先做部分的解碼 那如果行情趨勢跟確認的話 它有機會到 12192跟 12164 這個跟別人系統比較不一樣 就是說 當你每一筆單進場的時候 你就可以 很明確的知道 哪個時候我應該停損 我的合理的停力點 應該設定在哪裡 就是說 你可以 同時設定好這些動作 你就知道接下來該怎麼做 那 其實在配合我們的這個 富途的太強量 這個動感 動能感之量能去看 其實它的一個 穩定度是很高 因為我們追求是一個 系統的穩定 不是保證沒筆單 都賺 但是 透過奇異博士這套系統 其實你可以非常輕鬆的去 操作 期貨去 判斷趨勢的多空 我覺得這是最大的好處 因為你每一筆單一進場 我們都 幫你 事先規劃好 接下來的停力停損點在哪 因為大家做期貨最大的困難 就在於說 我進場 那我這筆單 到底 目標價是要設定到多少 那我進場這筆單 那我的 停力點 要設定在多少 那如果跌到哪裡 我的停損點 我應該 我應該拿受停損 那多數的投資人 其實你用坊間的軟體 一般他沒辦法提供給你 但是你用我們的奇異博士 其實他很清楚 你一進場 做多或做空都一樣 會告訴你 支撐壓力在哪裡 然後 這個 停損 停力的目標價 你可以先設定在哪裡 你都可以預先知道 這個是 最大的好處 因為很多人我講 做期貨 就沒有規劃 就是 只想著 判斷要做多做空 但是一遇到套牢的時候 不知道該怎麼處理 遇到賺錢的時候 也不知道哪時候該停力 但是你用奇異博士 你可以 一進場 你手上有單 那這筆單我們都已經做好完整的規劃 這個是最大的不同 這個 可以預知 我們不能講預知未來 我們應該這麼說 我們在 進場的同時已經 先行規劃好 未來我們該做的動作 這個就是最大的一個特定 那剛剛有人問是不是平板也可以用 絕對可以 只要是 平板 智慧型手機 不管你是安卓系統的 Apple系統的 或者 家裡的電腦 都可以用 原則上只要是你能上網 打開網頁的系統 沒有意外的話 全都可以使用 只要能上網的話 你就可以即時收看 所以 你可以很清楚的知道說 接下來 下一個行情的走向 趨勢變化等等 你就知道 為什麼 比如說像這個多空線 我們可以發現今天 開在多空線之上代表 行情走多 但是 最近這一個多小時 為什麼趨勢比較整理 因為 目前的 可以辦法都在多空線上下 去做一個 算是有點 橫盤性的一個整理 但是還不到轉空 但是你可以適當的減碼 因為有這個黃色的愛心出現 代表說什麼 停力的訊號 在這幾個位置 你可以做一些適當的減碼 這個就是 我們的系統跟其他人最大不一樣的地方 所以說 在這一次 我們的這個 奇異博士的一個部分 我們特別 在這個所謂的一個初期 第一次推出 我們給大家的優惠也比較好 我們有這個教學影音的影片 這絕對會有 因為一套系統給你 一定要 教你怎麼用 那我們目前推半年是 49800 一年是 88800 反正你 反正只要購買奇異博士的一個教育系統 我們會有一個所謂的一個教學影音 一定是教到你會為止 不會說 給你一套系統 但是 沒有教你怎麼用 一定會 讓你學會 讓你買這套系統回去是 你真的可以 好好的利用它 讓奇異博士 幫各位賺到錢 這個才是 我們團隊 最大的一個宗旨 因為 當然你對AI有興趣的我覺得 看個人的需求 因為我們在上一次教學影片裡面 也有談到 因為AI的部分 門檻比較高一點 因為我們建議客戶的資金 有一定的規模以上 你做這個AI系統 起貨AI系統 它會比較有效率 但是如果說比較小資族 資金比較不是這麼充沛的 但是你也想做 做起貨也有系統來幫助你 所以我們今年特別推這個 Dark Future 這個奇異博士這一套系統 就是要 讓各位也 比較小資的 投資人 你 你也可以有一個好的工具來幫助你 尤其是你又在盤中 你是可以看盤的 你有這樣的時間的 你就網頁點出來 你就可以看一下 現在的多空訊號怎麼樣 那 這半年跟一年的一個部分 其實我覺得 CP值都還蠻高的 因為你有 影音可以收看 當然 有操作上有任何問題 我們有專屬的一些 教學的一些 在Line上面 你也可以做詢問 不過原則上 我們的系統 大概你看過教學影片 都會了 因為 其實 現在 科技的好處就是 設定出來一個很簡單的東西 讓大家都會用 我們多空的訊號嘛 就像有 紅色愛心 跟這個 藍色愛心 你可以看到有這兩個愛心 就是多空的一個轉折 那 星星的符號 那愛心的符號是屬於 停力的一個部分 像是 綠色藍色的愛心是空單的停力 那 黃色的愛心是這個多單的停力 其實你一看就知道了 買進嘛 出現這個愛心 可以初步的一個停力 其實都 都有非常清楚的一個說明 那 下面的附圖 主要去判斷整個 行情的趨勢的一個力道延續性如何 就是搭配輔助使用 其實你操作的勝率 它會更準確 這個我覺得就是 一套非常簡單 CP值又高又好用的系統 讓 有操作過期貨的投資人 其實你一看就 就懂 好那 所以我現在透過今天的直播 好那 我們也開放這個首批我們的這個 這個創始會的會員 在 這樣的行情 其實 做旗子的一個 應該這麼講 波動率高的話 空間大 我們的 這個 旗子 最怕是盤整盤 盤整盤真的很難做 因為沒有空間 但是我們知道最近 這個指數的波動 每天幾乎都是上百點的起跳 那或許 這個就是雙面刃 波動大 做錯邊 虧損也大 但是你做對了 方向判斷好 賺錢的機會也高 所以我覺得剛好在這個時間點 也推出這個系統 讓投資人可以 更輕鬆的加入 所以 有興趣加入的 你可以在 我們的臉書LINE上面 留下你的 聯絡方式 或者等一下 你也可以直接 撥電話進來 做一個加入的 一個動作 因為 如果說 你說系統要怎麼用等等 我們也有教學的影片 會給各位看 這你不用 大家就可以放心 那 當然接下來如果 在個股或者期貨方面 想跟著我們操作的 都可以 歡迎跟上來 最後祝大家超順利 拜拜 謝謝 本公司與所推薦之 個別有價證券 如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因獨立判斷 謹慎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搭建築